大家好,又是我鋪七十六的小室 我們上次來到PAC大哥的家玩這個CAP的LS50加坊 我來到就當然不要走寶 他的家裡有這麼多人來過 都盛讚他的家庭影院的聲效和畫質加零一 我沒有理由除了做CAP之外 我們不再看他的家庭影院了,大哥 多謝指教 不要客氣 我是第一次上來的 剛才聽過下一個基本的設置 不過你還未現真身 首先我第一個印象是非常工整 因為老實說一抽這麼大抽的家庭影院 很少見像你家一樣齊整 我本身的要求是齊整 你是一個很齊整的人 果然很男人 我看到前面是一個很標準的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很多人夢寐的家庭影院 不如大哥 你跟我們介紹一下你整套家庭影院的配置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的家庭影院 以及你的心思在哪 歡迎來到我家 我介紹一下我家在玩什麼 整個系統是7.14 由喇叭開始介紹 這支是KF的Refense 5 是 前置 中置都是KF的Refense 202C 這支是同系列的中置喇叭 對 上面四支都是KF的 Ci-28RR 我看見你的Ci喇叭 不是純粹是裝在天花的假天花上 你也有一些組裝 以及你自己也做了一些東西 好像我看到這裡 其實它有一個盒子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你這個設計是怎樣的 這個盒子基本上是一個金唇盒 是 我們用了一個金唇盒做一個喇叭箱 是 裡面有吸引棉 然後把喇叭就霜了上去 OK 然後整個盒子打在樓底 即是抹死了在天花上 抹在樓底 然後其實假天花是跟我的喇叭離開了 哦 離開了 所以就算是怎樣震也不會影響 對 它不會有一個鞋震 哇 很細緻 是啊 接著就說SARUN 都是KF R-300 是 這個是SARUN Black KF R-100 是 接著就說 有十五花 就是威力燈的DD-15加 是15吋來的 哇 配一下就是HTBC 你由Window 97開始玩到這個Window 10 這個就是安橋的5100 5100 是純前來的 很詳情 你5100用了很久了 你不要理會他現在還有新款 你不要理會他現在還有新款 你贏 他還有新款 沒有出過 沒有出過新款 是 接著呢 擴音機 擴音機 這個是7channel的 Eddie手機的 7channel後級 接著呢 這雙Monoboard純粹是推一雙前置的referency 5 這兩個是一個純前的兩聲道 純前的2channel 這個AV的前級 AV Bypasser 就給你信號去那邊那邊就通過了 是 大致上是這樣的 所以就一個7channel的後級 然後再安排 那在這個設計上呢 你有沒有特意設計到有什麼特別 去令到你這個夾這一串的CAP喇叭 再加上這支suffer 還有為什麼要選這麼大支suffer呢 其實呢 在我來說呢 我就經常都見到別人的 玩suffer是12吋以上 12吋以上 是起步來的 起步 是起步來的 有很多人經常以為suffer大 你當然是要的量 是的 想要的量而已 其實呢 不是那麼簡單的 suffer可以做到很多東西鬆 還有一種包圍感 那你看到時候 它那種 它可以浪得起你的其他喇叭聲 嗯嗯嗯 還有一件事 有很多人經常以為 我家裡一百尺都沒有 用這支suffer大 會不會over了 那以後分開講 看看你用這支suffer大 那你用那些死固固 不能設置的suffer大 就對不起 是 那真的會 真的會over的 其實玩AV來說 10仔是難設的 就是剛才講過 你玩好的10仔 整個AV系統 你基本上是50%成功了 是 都是我叫你給點心機設置 OK 而且你見到我家裡 我家裡其實也要說真的 它不是一個正宗的一模式壞位 是 你見到左右的suffer大 其實就很工整地放在櫃上面 那我想說其實呢 一般人來說 一般的家裡都會是 一邊是牆 一邊是飯廳 但是這裡也不例外 最正的就是 這個左後置 就可以放在櫃上面 很多人都做到 但是右後置這個位置 就真的難搞了 通常很多朋友都會想 我右後置 怎麼突压地放一隻 後置在這裏 想不到PAC大哥 你竟然可以把鞋櫃 改裝成一個放喇叭的腳 接著就在鞋櫃門口開個洞 把喇叭放進去 還要整個框包住它 而裡面其實也有做了一些東西 令到那個喇叭箱震動的時候 不要震到鞋櫃 你看起來好像一個煙窩一樣 是呀 很厲害 這件真的不得不誠賞你的鬼斧神功 另外這一個suffer大 其實這種擺法 其實也是一些無可奈何的做法 可以說是 一個無可奈何的做法 而且在設定上是有少許技巧 是呀 這個我也要請教你 因為它貼長 變成你鞋櫃門口後面的空間沒有 變成你後面的距離感是沒有了 那你怎樣做回一個類似的距離感 你說真實距離感是做不到的 真的沒有的 但是你要做到它 你用設定去遷就回去 有些距離感 就是令到它有一些聲音 好像在耳朵後面傳過來 是呀 令到它有距離感做出來 而且你看看這套suffer 這套suffer 其實是黑色的 黑色的嗎 你自己喜歡噴到白色的嗎 沒錯 真的好厲害 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會感覺到 PAC大哥除了有心玩這個影音之外 你那份手工也很堅強 這個家庭影院 就輕輕介紹了給大家 現在就由小室代大家來去感受一下這個家庭影院的效果 完全是如你平地地推出了最低的浸出來 是的 而且它的聲音是融化的 是的 它是融化的 很浸 浸在環境 我需要一個這麼大動態的場面 很大的畫面 已經被蓋起來了 是的 而且每一個音裡都聽到才會錯錯 這個是分析力 而且如果有夠力水 你抽贏 我認為喇叭分了頻 它的分色量會比較高 嗯嗯嗯 即是你不給全頻的 不給全頻 即是即是夠氣夠力 即是後級都不用給全頻 不給全頻 因為其實它一給全頻 其實很簡單的原理 譬如我對前肢 我的這麼大隻前肢 如果你是給全頻 它就跟它的支援有些東西是複補了 哦 雙倍了那個盒子 即是你的原理都是說 大家各自做各自的東西 不要有重疊 大家就會乾乾淨淨 是的 就算你要重疊也好 也不是大家在這麼大的重疊 即是有一點互相幫補 前面這對大座地和中置 我會設定70周 70周 但是這個DD15加 我會設定80周 Low Pass 哦 那這些為何會這樣設定呢 剛剛好 你自己去 其實我可以設定80周 我會設定80周 我會設定80周 可以不可以 可以 那你中置80周 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我覺得70周 我會比較好聽 即是我現在這樣看 在數字上 如果這樣 是否會喉底聲會好些 厚潤度會好些 因為如果你全部都是80周 就是剛剛的限制位 大家對得正 其實都會有點衰減 這樣就會差一點 是嗎 它是會厚潤一點 現在這樣厚潤一點 而且音場會大些 是的 但如果你設定80周 它有個好處 80周 它的低頻會快一點 爽一點 是的 它會快一點 但現在的沉浸式 就會比較厲害 是的 你覺得整個空間的密度 整個低頻浸著你 是很密的 很爽 即是你看這些東西 是很有趣的 有些低頻浸到整個梳化 都一直在震上來 不會辛苦 而且有些東西是很清楚的 是的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的 有些東西震到你 簡直你不想聽 是的 很辛苦 但你覺得爽得來 是厚的 最重要 你設定到低頻 你不要走出來 不要射開 不要射開 整個屋都震了 是呀 有些震到天花 全部一起共鳴 那些就誇張了一點 那些就真的成不起了 成不起了 雙畫一樣東西 如果你的滑板 你是沒有一個DSP在裡面調 那你其實很老實 你什麼都動不了 那些就要換線 換電 你換線 換些線 譬如你的Swoofer 你覺得是肥一點 你可能換些 帶少許銀的 收一收身幫他 收一收身 但你現在扯著那條線呢 隔著那條線呢 那條是AQ最便宜的藍線 普通線 都是AQ的 很普通的線 但我有些DSP在弄 我不需要用這些東西去收 其實你用這些聲音 如果你用那些聽歌 給前置用的喇叭線 或者那些RCA 你會有些陰險 所以你也建議 如果換這個線材 譬如Swoofer線 一定是用一條真正的75元銅獨線 或者專門用Swoofer線 會比較好一點 可以這樣說 老實說 專門用的線 我都沒有借過這條線 我也沒有用 我覺得是甚麼牌子 都是AQ 都是AQ嗎 控制力 控制得很厲害 它的低頻量是大了 你會覺得是大了 但它會浮 即是它將東西 把低頻推出 是的 但控制不住 這條線 我覺得它是專門用的 它應該是削了 高頻 中高頻那一層 它專門用下面那一層 如果噴在細單元那些 就可能會比較適合 細單元那些 又是很爽的 不是覺得最低的那一層 換這些線就比較適合 但你想想一件事 譬如一個單元 它本身都去不了那麼低 你勾勾它也會死的 它就是不停地尋求自己的底線 難聽說一句 你開大聲一點 可以拿去拍邊的 這樣就好看 那你 即是有很多東西要配搭 其實你玩什麼來去去的東西 都是配搭的 都是拿平衡 然後就是拿經驗 我看到你有很多的機器 除了一些器材上面的東西 我都看到有些補品 那我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你如果一套器材 你會加了什麼補品 令到你覺得聲音更適合你的口味 我家裡就放了三個地盒 三個地盒 首先我想問一下 地盒在你的角度裡面 其實它可以幫助到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都會玩地盒 其實它最主要地盒的作用 就是把你的器材的雜訊 就帶了到地盒 有很多人就叫它消化了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種轉換 但是轉換到哪裡呢 我不知道 它確實是一件事 它可以將雜訊真的可以濾了很多 你可以用一個濾去說 一個濾 好像很簡單 其實剛才你看一代宗師那套東西 其實出了名雜訊多 我剛才看的也不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聲音 你的地盒可以做到畫面可以光了 層次分明了 立光鍵已經拔掉就知道了 對聲音的幫助更大 剛才我都跟他講過 其實一些人在我家裡聽的 我可以讓他們選擇 對 你可以選擇你剛聽的口味 即是闊一點 深一點 遲一點 是的 可以做到的 即是這個都是可以由地盒到架 我的地盒可以 你的地盒可以 我的地盒可以 人家那些不知道行不行 是可以的 可以絕對做到這些東西出來 這兩隻這麼大的地盒 有三條地線 一條是HTBC 一條是安橋5100純前級 AV前級 另外一條是在DAC 其實我建議人會先放在梳子上 梳子的分別會比較大 其實我的兩聲度 我只是放在DAC 我只會放在這裏 我告訴你 我動一動地盒 那條地線擺放位置 插在另一個位置 整套東西是不同的 這麼誇張 你的一個概念 家裡只有一個地盒 其實那條地盒是完全通的 你每一件器材的地盒都是通的 那為什麼我會插在這裏不同的聲音 插在那裏不同的聲音 因為它走的路徑不同 是 那些地盒大家都會走的 那你穿過什麼金屬 其實它會用金屬去影響那把聲音 但如果這樣說的話 插在DAC上 那為什麼不插在那部 2channel的前級 其實是否理論上都可以 可以 你插在哪個位置都可以 只不過是聲音的改變不同 對 那你自己插在哪裏 你自己喜歡 這些是一種很自然的物質 它不是電 它不是電子 它不會有些東西不見了 是 即是不會削噴 對 不會削高削低那些東西 它不會的 它只是濾走那些聲音 對 而且地盒其實還有很多用途 你除了播片 播音樂之類 你的背景很靜 那你VIP碟呢 VIP碟這個重點 VIP碟其實你們玩多聲度也好 或者拿兩聲度也好 其實你是在源頭那裡開始玩 是 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個底的作用 那我也有機會要自己 親身在Studio找你試試 那除了講底之外 我想知道在電源方面 其實玩AB也好 Touchine也好 其實都很重要的一環 那你又在電上 有沒有加些過濾 有類波器之類的東西 類波沒有的 類波沒有的 那我家裡有六條獨立 六條獨立 那我一次去別人家家房 他也是玩HTBC的 但是他插了很多類波的東西 在PC裡面 那些什麼類波卡 一架USB 那我最終我去家裡 全部都插出來 他會把聲音拿到很乾 即是沒有了感情 你簡直是沒有了那種層次 層次都沒有了 你只累到它只有一個清字 那你就死了 沒有了肉底 就算聽歌也好 看戲也好 是有少許雜訊 你累到清光 你會很乾 其實是不好聽的 所以你玩機的東西 其實最重要就是配搭 以及以聽為實 就不要盲目去追求眼鏡的升級 是的 你不要盲目去追求眼鏡的升級 又講一下投影機 投影機和幕是有一個合格的 有很多人就不肯捨得錢 買著貴一點的幕 是 其實幕很重要 是的 我都在SIGMORE裡都見過不同幕的分別 那是你的顯示器 是 即是等於面板 那這隻幕呢 這隻幕是有巧妙的 它不是一隻普通幕 是 這個是丹麥造的D&P幕 這個幕真是100%緊膜 不是布 嘩 嘩 嘩 這個是硬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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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硬麥 真的是緊膜 這次 這個框本來的時候就是 梯銀色 我們噴了油炭杯色 比較好看 噢 第一天沒有掛上去 我已經噴了 它叫做光鶴膜 光鶴膜 跟你們現在外面看到的 很流行是抗光鶴膜 其實不同的 是不同的 但是它是類似現在 你們不是很多人現在 很短的頭 放在袋面 就類似那些東西 啊 這樣的嗎 它裡面有層次 是 這些科學的我不懂 但是 它是因為 這隻是有增益的 是2.0的增益 這麼高 是啊 2.0增益 2.0的增益 還有呢 它可以做到一般白幕的 7倍對比度 它做出來的黑位是很黑的 難怪的 難怪我剛才看到那些光位 看龍虎盆的時候那些光位 或者看那些演唱會那些光位 那些光位 這麼像電視機那些光位 很多時候 司機上來交房 我都給了一個題目 給了什麼題目 我說你有沒有看到一些 一些電影很流行 上下黑邊 是的 2.3 5.1 我們回家看看你的頭影機 兩條邊 兩條邊 黑位 出不出黑色的 那些光位 我當時買的是兩萬多 你說兩萬多 貴什麼 我覺得都不貴 其實兩萬多 像你說的 其實一個頭影機 那個膜其實等於一個面板 還有一件事 這隻光位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抹 用水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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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對 我都夠膽去剁 有時候買的 你告訴我 可以當白板 用的 但我當然不會 你要開玩笑 當白板 用 都兩萬多 它標榜這件事 它標榜其實 就是本身的黑位 可以做到黑 而且它2.0幀 這個厲害 是的 我經歷過一個3D年代 14K年代 它的要求 都是要很光的 要出光位 我又不用換幕 所以這幕可以玩這麼多年 今天就很開心 在PAC大哥的家 玩了一個 都不止一個下午 我們都很早來了 現在都差不多 旁晚時分 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亦都聽了 大哥有很多 即是玩機 那麼多年的一些心法 之前 都會在FORM 開帖 邀請一些板友 來玩家房 你也會去朋友 做家房 這些活動 其實是否你都一直進行 如果疫情 退減了 我們都會做的 都會做的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大家上來分享一下 是 我在你身上都可以學到東西 是 你不一定在我那裡學到東西 是 那麼接下來 我們都會有機會 邀請PAC大哥 在我們的Studio那裡 可能假設一些入門的活動 可能和一些 剛剛開始進來玩家庭影院的朋友 分享一下 一些可能基本的概念 令到大家可以 或者買了一些機器回家 都可以玩得盡些 是啊 這個問題不大 最主要是你們76 在這裡搞 我們很肯搞 對 老實說 我個人本身也很肯分享的人 是 這些正所謂 我都希望各位師兄 買到一些好東西回家 即是你用得盡那件東西 我說不好 玩兩玩就丟下 然後又說換不換不換不 是 沒錯 我覺得浪費了這件事 對 還有我剛才和PAC大哥聊的時候 都會覺得 其實教或者分享都不是太大問題 最重要是 那個心態是自己有興趣學 學了出來 總好過你打算找人去幫你 去幫忙 而去享受我的成果 這就是你的想法和目的 主要就是 我亦去了很多人的家 幫人設計 對 其實我最主要不是幫你設計 那套東西 我是教他們怎樣去使用 就是教他們用一些設定 以及設定究竟的關係是什麼 是啊 那他們才會繼續追下去玩 沒錯 而且最重要就是 不是拍音玩你 是你玩拍音玩 沒錯 你買一套東西回來 你會享受它 對 沒錯 好 今天就非常感謝PAC大哥的款待 我們在這裡都玩得很開心 多謝光臨 不要客氣 指教指教 希望遲些有機會 疫情再放緩一點的時候 我們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多一些活動 或者出來大家見面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打好罩 對不對 好的 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都會開個帖 在這裡跟大家說回 今次這個家訪的一些事情 當然PAC大哥會在帖 跟大家吹水聊聊天 如果還沒跟大哥聊天的話 記得去我們的Forum 登記做會員 跟大哥討論一下 跟他聊一下 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些事情 讓大家互相學習一下 對吧 對 大家多分享一些 好的 今天這個家訪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看到這裡 今天這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鈴鐺 我們有好東西就會通知他們看的 拜拜 拜拜